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天气状况会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出门也要记得带伞了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持续温暖稳定的天气 以往听到温暖稳定都会觉得是好天气还不错 但是因为最近缺水实在是太严重了 旱向持续 而且未来这三个月降雨的情况依旧是不太乐观的 所以我们还是祈求老天爷可以多给我们一些些雨水 让我们的水库可以稍微节点渴 好我们来看一下了目前台湾附近 就是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地区感觉是比较凉的 接下来礼拜一还会一波水气一进来 所以预计在周一 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都会有下期短暂阵雨的机会 提醒你出门的时候就要记得带伞了 至于在气温的部分 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是维持跟周秀假期一样 有一滴点凉的感觉 高温的部分是来到了212度 这种天气这种气温 出门还是要记得穿着薄长袖 千万不要穿短袖会感冒着凉的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就可以放心的把短袖穿出门了 高温的部分还有24度到267度左右 至于在低温呢 全台各地的低温又会降到20度以下了 所以提醒您其实目前是春天 早晚还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提醒您早晚外出海夏季的制衣保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